大家好,我是Spark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什么是CFD差价合约 差价合约 英文叫做Contract for Difference 简称CFD 是一种金融延伸工具 说白了,买的就是一个合约 假设说我觉得苹果的股票会涨 我想要买入苹果公司的股票 一般我们的做法是 到股票交易所下单 去买入真实的股票 但是还有一个做法是 我们可以去向CFD平台买入一张合约 这张合约买的是真实股票价钱 跟我们定下的这个钱的差价 意思是 我跟你签一张100块的黄金合约 如果黄金的价钱涨的话 你就要补我黄金价钱 跟这个合约的差价 如果黄金跌的话 我就要补你这个差价 这个就是为什么CFD叫做差价合约 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例子 这个Itoro交易平台 有提供CFD的交易 我今天想买苹果公司账的话 我可以用185.75的价钱 买入一单位的股票 过了两天过后 要是股票涨到200块了 我们想要卖掉它 我们可以再按这个关闭交易 不同的是 我们要以卖的这个价钱来关闭交易 原因是 想买的人只愿意用低的价钱买入 卖的人想要用更高的价钱卖出 就出现了这个差价 所以当我们想要卖掉的时候 这个是别人愿意给我们买的价格 所以当我们卖出的时候 我们就赚了它的差价是3.9 但是如果苹果股票跌到180块的话 我如果卖掉它 我就要亏一个6块1 相反的 如果我们想要买苹果股票跌可以吗 可以 这个就是CFD的好处 我们可以先卖 然后再买回来 如果卖的话 我们其实是向平台借了一份合约 以卖价来卖掉 然后换成钱 但等价格跌了过后 买为一份合约还给平台 然后因为合约是借来的 就跟借钱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给利息 利息是按每日计算 大家可以从这边来看到 不过 这个收取隔夜利息 只限于股票买卖的部分 其他的交易产品可能不一样 假设我用190块的价钱 卖出苹果股票 然后过了两天 苹果股票真的跌了 跌到180块 我就关闭交易 用180块的价钱买回来 所以我卖190块 买180块 我就赚了中间的差价10块钱 反之如果苹果股票 涨到200块 我关闭交易的话 我就要亏一个10块钱 然后不管赚钱还是亏钱 我们都需要给两天的利息哦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CFD供应商是怎么样赚钱的呢 他们赚钱的方式有几种 当中最赚钱的就是差价 英文叫做spread eToro在股票的差价是0.09% 意思是如果Google股票 在股票交易市场最后的交易价格是1000块的话 在eToro交易平台 Google的买价会贵0.09% 也就是1000块又9毛钱 卖价会少0.09% 也就是999块1 所以这个中间的差价0.18% 就是CFD提供商赚的钱 只要有人买 然后也有人卖 他就赚钱了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我用1000块又9毛钱 买了Google的股票上 你用999块1 先卖Google 打算等它跌 今天Google的股票要是上5块 它就用你亏的钱来给我 Google股票要是跌5块钱的话 它就用我亏的钱来给你 但是不管上还是下 供应商都赚了那个买卖的差价 也就是那个1块8 如果今天有人买 可是没有人卖 那交易平台会怎么做呢 他们会和一些大型券商 和提供流动性的公司合作 来执行客户的订单 也就是把订单转当给别人 除了股票 CFD还可以交易什么金融产品呢 几乎说是任何的投资工具 都可以制成CFD 比如说加密货币 ETF 指数 商品 和外汇等等 然后不同的交易产品 也会有不同的差价 大家在买卖之前 要查看清楚哦 相较于买入真实股票 买卖CFD的好处是 不用像一般股票买卖 需要给交易费 印花税和清贯费 因为CFD就是一个合约而已 而且也是因为是合约 所以也没有购买单位上的限制 不像股票说 你一定要买一单位的倍数 就好像Google的股票 一个单位要卖一千多块美金 价钱有点高 但是透过CFD 我们可以买入0.5单位的Google股票 重点是 虽然买CFD没有持有任何真实股票 但是如果股票发股息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跟真实股票一样获得股息 所以跟真实股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使用CFD交易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杠杆 因为是合约的形式 所以可以不用用完整的金额来买入那个交易 假设说我想买入一千块的Google股票 我可以使用两百块来作为保证金 来买入Google股票的CFD 怎么做呢 只要在这里输入200 然后按乘5 你就可以用两百买入一千块的Google股票 你也可以按诚实 用一百块买入一千块的Google股票 不过这个买入的金额 你是需要给利息的 股票的利息是根据这个表 我们叫做隔夜利息 股票目前一年的利息是 6.4%加一个月的Libro Libro我们可以搜索Libro Rate USD 来看到一个月的Libro Rate是2.0935% 隔夜利息的算法是 6.4%加这个2.0935的Libro Rate 除365 所以是0.02327% 如果我们的交易金额是一千块的话 一千乘0.02327%就是0.23美金 如果是周末的话 它会在星期五直接收取三天的隔夜利息 0.2327乘三天就是0.7美金 然后要注意的是 隔夜利息是按合约价值来计算的 意思是你今天用一百杠杠十买一千的股票 跟用两百杠杠五买一千的股票的利息是一样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反正利息都是一样的 那不如用最小的金额一百来买就好了对吗 对 但是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叫做爆仓 意思是亏完全部的钱 你用一百块来做保证金 只要股票从一千跌到九百块 你的这个交易就会亏完全部的钱 然后自动的关闭交易 这个我们就叫做爆仓 如果想要避免爆仓 我们可以用低一点的杠杠倍数 假设我们不用杠杆 也有很多人可能会问说 买股票要是股票跌到很惨的话 请问我需要补钱吗 我反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设今天我用两块钱买了一个苹果 过了两天 如果苹果的价钱跌到一毛钱一个 请问我需要补钱吗 我就只会有两个情形而已吗 一 是我不卖 就去拿着那个苹果 二 是我把苹果卖了 拿回一毛钱 就这么简单 请问需要补钱吗 不用的吗 如果你怕亏很多钱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设定你最大的亏损 如果我们设定我们的止损是一百块的话 意思是当你的资金亏一百块的时候 系统就会帮你自动关闭交易 来避免更多的损失 止盈就是止损的反面 就是最多赚多少钱 就会自动关闭交易 当然你也可以设置五止盈 来避免赚钱的时候自动关闭交易 这个Itoro的交易平台 买卖股票唯一的不好就是 最少交易金额是五百块美金 当然你也可以用五十美金杠杠十倍 然后买入 不过对于长期投资来讲 我不建议使用杠杠 今天的影片已经有点长了 关于杠杠的部分 我会在下一个影片解释 对于那些想买真实股票 而不想买CFD的朋友 Itoro是有这个选择的 如果你不使用杠杠的话 你买入的其实是真实的股票 所以如果只是想交易真实股票 Itoro的操作也是很方便 差价也是0.09%而已 但是我们可以省去股票的交易费 如果你是新手 先不要急着投资 你可以透过简介里的链接 申请一个户口 里面会有一个10万块的虚拟户口 给你熟悉操作 我们在脸书也有一个 Itoro每股交易交流区 大家也可以加入这个群来互相交流 让大家一起来交流询问哦 谢谢大家看完这个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 可以帮助到其他人的话 就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如果想看到我接下来的影片的话 就去like我的page 然后按CFIRST 或者是去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如果想学习更多的理财及投资知识 请到finspar.com 观看我们一系列的影片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